续言 第一,湖南卫视还特别喜欢请流量明星参加跨年晚会,所以网络热度也基本上是第一。 今年,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顶级流量有王一博,王源,龚俊,杨子,杨幂,华晨宇,宋倩。 王一博自从2016年就一直在湖南卫视跨年,华晨宇自从2013年就一直在湖南卫视跨年,只要有他们在,湖南卫视就安心。 龚俊爆红后的第一年,参加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,说明和湖南卫视关系很好,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,杨幂和杨子以前也来过湖南卫视跨年,但不是每年都来。 宋倩和湖南卫视的关系也很不错,也经常来湖南卫视跨年,你好,星期六第一期就请了宋倩,说明他和何炯,快乐大本营的关系很好。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还有一个特点,很多被湖南卫视捧红的明星会参加,以前是我是歌手,现在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和披荆斩棘的哥哥。 乘风破浪的姐姐二的选手有,刘烨,荣祖儿,周笔畅,杰克俊逸,李慧珍,王欧,披荆斩棘的哥哥的选手有,陈小春,张志林,李晓峰,李承炫,高汉宇,白举刚,胡海权,李朱贤,布瑞吉,林志炫。 此外,湖南卫视的主持人也是一大看点,比很多明星的人气都高,何炯,汪涵,静孟佳,李莎明子,沈孟辰,梁田,刘烨,齐思军,马轩。 讨论,你看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了吗?